跟修改 也许先把它讲完 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刚刚关键字查询的部分 如何做资料的删除 基本上当然跟刚刚这个slice 还蛮接近的 不过可能 也许我们可以拿刚刚slice 做延伸吧 所以我们可以先怎么样 先 第一个就是先查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 编号1的资料删掉的话 像刚刚这个是编号1 编号1要怎么删 其实在那个 我是觉得sicle还蛮简单 在下面好了 假设我今天需要删除它 我先跑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一样下sicle语法 如果sicle语法这个地方就不能用slice 我要用delice demnice后面的话 这个信号就是栏位 不用栏位 from table02 不过你如果这样写的话 它变成这四笔全部不见了 OK 应该知道吧 应该有学过 然后再来 如果说我今天只要删掉 删除编号1的话 会需要用一个什么 会有的叙述 会有哪一个栏位 number那个栏位 它等于多少 等于后面的话 那我就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 删接一个 我要删除的那一个 所以一个x好了 那上方的话 也许我可以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叙述吧 也许就是说 请使用者输入一个什么 等于input 删除编号1的话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就是请它输入删除编号 OK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一笔给删掉 不过最好是删完之后 它就马上列出来 这样好像感觉会比较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 再去做一下查询 所以再把它查询 把这个 再把它加到这边来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一段跟这一段好像一样 一样的话理论上可以 不能就不需要写一样的东西 如果一样的东西你可以的 干脆我们就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那个制定函数码DF 记得要把它建在上方 Defy一个什么 也许一样的语法要 slate data OK 假设我建一个制定的方选 这个方选的话 就是指的是一样的这部分 那你就把它一样的部分拉过来 直接拖拉过来好了 然后按个tape 其实我们不传任何参数 反正只是一样的东西 再来把这边放一个一样的东西在这里 这个东西就 slate data 底下部分的话 也是一样再slate data一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可以 他先查询 查出来之后我根据我要的 那个编号去把它删除 比如说我输入1 输入1之后的话就帮我删掉 删完之后的话 再让我怎么样看到结果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小心 哪个地方呢 就是你删完之后 一定要多加一个动作 什么呢 特别注意你一定要加一个 count点 确认 如果你没有确认的话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加一个count点的话 它删了可能可能 暂时查不出来 但下一次它又冒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暂时让你看到那个不见了 但是它没有确认 所以count点就是确认的意思 确定要删除 所以假设 但是查询不需要 因为查询没有 查询只是唯独的 它没有去变更 也没有写入 所以不需要count means 特别说这个概念要有 因为我的同学少 少这一行 奇怪 老师为什么删了 下一次它又跑出来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你是不是没有加count means 原来少这个地方 好 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执行看看 这理论上应该没错吧 OK 好 round一下 我希望先round一下 然后再问我说要删哪一笔 我删第一笔 所以编号给它 Enter之后的话 再帮我查出来 看是不是把第一笔删掉了 有了 第一笔删掉了 OK 不过当然 如果你还要再删 那你就跑个无穷回圈 有没有 直到它删完为止 不然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删除 关键的地方 其实我是拿刚刚的来改 因为查询会重复 所以我就把重复的部分 怎么样 把它搬到上面来 并且建一个function给它 以后直接用这个function名称 就可以代替这个不用重复执行了 delete的话就delete from 然后后面加一个会有number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是全部删除 可以试一下 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canmits 一定要加 如果canmits没有加 删的等于是做假动作而已 其实最后它并没有真的删除掉 OK 请各位先把删除部分 再练习过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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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